陈晓、陈妍希的婚姻风波被媒体曝光后 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据报道 陈晓悄然离家 并切断了与陈妍希的所有联系 导致陈妍希心灵受到极大折磨 陈妍希对这段婚姻的忠诚和坚持展现无疑 即便在某综艺节目录制时仍带着婚戒 事情背后的真相可能更为复杂 陈晓被批评为渣男 陈妍希被曝光私下生活与荧幕形象不符 他们的婚变让人们纷纷表示同情 但也有人对陈妍希提出质疑 陈妍希的坚守与忍耐 陈晓的离家出走 引发了外界对爱情和婚姻的深度思考 在最近一次的综艺节目录制中 即便是在六月份的温暖夏日 她的手指上依然紧紧带着那枚 象征着爱与承诺的从某些狗仔队的追踪报道中 我们了解到陈晓曾离家出走 并选择性地阻止了与陈妍希的任何交流 这样一个行为让人不禁猜念 到底是什么原因驱使这位演员做出了如此决定 对此 网友的反应各异 但共同点在于对陈妍希的同情和对陈晓的不满 另一方面 陈妍希的表现却让人为之动容 尽管面对如此困境 她仍旧未曾放弃过婚戒 这小小的细节让许多人感受到了她对婚姻的忠贞与坚持 他们指责陈妍希为婚变的罪魁祸首 并援引了吴君如在综艺节目中的揭露 称陈妍希私下的行为与其公众形象大相径庭 吴君如还表示 陈妍希曾试图插足古天乐和陈乔恩的关系 这一行为无疑添油加促了陈妍希在公众中的负面形象 与此同时 互联网上的一些评论指向了陈妍希的私生活 不仅是与男明星的暧昧互动 还包括了她对待这段婚姻的态度和行为 这些行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 为外界对于陈妍希的指责提供了支持 尽管如此 也有人力挺陈妍希 认为她的行为无可厚非 那些被指摘的行为都发生在婚前 而且涉及到的所谓不适当互动 不过是工作中的朋友间普通的交往 在这段复杂纠缠的情感背后 陈晓和陈妍希的真实想法仍旧是一个未解之谜 他们对于这些争论和猜测都选择了沉默 这种沉默 让外界的讨论愈发热烈 但也让真相变得更加模糊不清 一向活跃于社交网络的陈晓和陈妍希 在这段时间似乎变得异常低调 他们的沉默不仅令这场讨论愈发扑朔迷离 也让等待中的人更加焦虑和好奇 这样的操作 陈妍希对此则表现出极大的不解和无奈 她不同意离婚 却无力改变现状 尤其是在孩子的问题上 只能间接联系她的助理 这种间接的交流方式让人倍感伤心 时间回到2016年 那一年 陈晓在婚礼上掀开陈妍希的面纱 这一幕曾感动了无数人 成为了当时最美的瞬间之一 两人含情默默地对视 那份甜蜜献煞旁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 网友们发现 陈晓的眼神似乎不再如昔日般明亮 有人甚至戏称 浑厚的陈晓两眼无光 这一说法虽略显夸张 但也道出了部分网友对两人婚姻状态的担忧 面对种种舆论压力 陈妍希并没有选择沉默 而是幽默回应道 她的眼睛比奥特曼都明亮 虽然她用轻松的语气化解了外界的质疑 但这段话背后 似乎也透露出些许无奈和心酸 2017年 陈晓获得了影视大奖 按理说 这应该是一个充满喜悦的时刻 品牌方特意让妻子录了祝福视频 但陈晓的脸上 却并没有展现出多少喜悦的神情 这样的细节被眼间的网友捕捉到 并引发了新一轮的猜测 难道两人的感情真的已经出现了裂痕 关于两人婚姻破裂的原因 外界众说纷纭 流言蜚语层出不穷 其中最为劲爆的传闻 莫过于关于陈晓获的不忠行为 据传 陈晓获在拍摄电影时 与男主角私下关系极为亲密 片场内外 两人不仅互相喂食 还经常表现出亲密的举动 这些举动甚至不避讳 其他工作人员的眼光 更有甚者 有人扒出了陈晓获在国外社交媒体上的账号 发现他与多位男星有暧昧互动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郑元唱 网友们纷纷表示 陈妍希的私生活丰富程度堪比大S 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 陈晓选择了极端的方式 与陈妍希切断联系 或许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孩子 免受更多的伤害 面对重重压力与误解 维系这段关系似乎变得愈发艰难 明星们的婚姻生活 虽然在镜头前看起来光鲜亮丽 但背后承受的压力和挑战 却远非外人所能想象 陈晓和陈妍希这段婚姻 从最初的甜蜜 到如今的分道扬镳 正是这种压力的真实写照 对于陈晓而言 她曾在公开场合称呼陈妍希为妻子和宝贝 如今却改成家人 这种变化也许正反映了她内心的复杂情感 从妻子和宝贝到家人 这一称呼的转变 似乎预示着她们之间的感情 已经从浓烈的爱恋 逐渐变成了一种更为理性的亲情 面对离婚的提议 她的不同意以及之后的种种举动 显示出她对这段婚姻的眷恋和不舍 在这样的局面下 她所能做的也仅仅是通过间接的方式 与陈晓沟通 这种无奈和无助 或许只有她自己最能体会 在此期间 不少网友回顾了陈晓和陈妍希的过往 她们从一对荧幕情侣 发展到现实中的夫妻 曾经的甜蜜让人羡慕不已 她们在公开场合的互动 那些温柔的眼神和慈爱的笑容 都曾让众人见证了她们爱情的美好 然而时间是最好的试今时 面对婚姻生活中的种种考验 每一对夫妻都可能会面临不同的难题 一些心理学专家和情感博主 也参与了这场讨论 她们试图从专业的角度分析 这次婚变的可能原因 也为陈晓和陈妍希的粉丝团 提供了一些平复情绪的建议 专家们强调 婚姻是两个人的事 外人很难完全了解其中的细节 因此在没有清楚了解全貌之前 保持理性和尊重是非常必要的 而在这样的背景下 不少人开始将目光转向那些 曾经经历过类似风波 却最终修复关系的明星夫妻 她们的经历仿佛给予了公众一丝希望 最终 我们也希望公众能够为陈晓和陈妍希 以及她们的家人留下一些私人空间 让她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去处理面对的问题 毕竟 在每一个故事的背后 都是活生生的人生 不应该仅仅成为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陈妍希与多位男星的亲密合影和互动 引发了网友对她私生活的质疑 然而 在娱乐圈内 明星之间的合作和互动 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我们不能仅凭鸡张照片 就对她的私生活妄下定论 毕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交圈子和朋友 而这些朋友未必都是同性 陈晓和陈妍希的婚变传闻 是一个既复杂又引人注目的话题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仅见证了娱乐圈的真实一面 还看到了外界的种种猜测和揣测 就走到温厚里面了 但是我们在乱下了 与岸南下